小小的黑房 龙烈家药水薇 满在住朱国明 2014年头 回想当日会考五分 由考试制度失败者 变成爱上摄影的学生 度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一次机缘考核之下 重返母校当上教师 一切有余命运 眼前的学生 就好像看到昔日的自己 看着学生来来去去 看着他们转行 看着他们结婚生子 但更开心的是 看着他们又没有自信 变为独当一面的摄技 朱国明喜欢亦施亦有的关系 虽越悠悠 回想每年的圣诞 总会和学生度过 在尖东摆地摊 推广摄影 48岁的他仍然独身 因为在他眼中 和摄影的情 反而更能天诚地久 但无奈 军值因为收生不足 第48届的学生 将变成最后一届 黑房时间 犹豫停顿 用摄影 将这里的快乐 定格在想框之中 虽然不捨 但相信天下无不散之言直 只要还有一个学生听 他都会教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